中原城市领先指数CCL再创历史新高,这是两年多来的第一次。上一回的历史高点是创于2019年7月5日。2019年7月5日过后,CCL就辰转下跌,跌至2020年3月13日才止跌回升。 如果我们以CCL来比较对照香港四大地产股,即是长实1113、新地016、恒地012及新世界017的股价。在过去两年多的表现,可以发现是相当有趣的。上述四大本地地产股皆是在2019年4月股价见顶。 之后CCL见顶,大约持了三个月。不过,四大地产股股价见底的日期,除了长实外,其余三股都是在5月才见底,比CCL持了两个月见底。长实见底时间则与CCL差不多同时见底。 无论如何,CCL与四大本地地产股从去年3月或5月都见了底而辰转回升。 现在CCL破了顶,本地地产股何时将破顶,事不事也要等多两个月。 既然CCL能创新高。近一年来本地楼市新盘开卖街销情火热。 因此,本地地产股也可以列为防守股的一部分。 中国内地的监管风波不会影响到香港的房地产市场。 而CCL的创新高也说明了近期不少人谈论的移民潮也影响不了楼价。 毕竟,盈利是维持股价的最终保障。 内地监管风波之所以使得大量的科技股股价狂跌。 当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科技股的股值都太高了。 P值往往70倍。80倍100多倍升至数百倍。 在从严监管之后,盈利已不可能高速增长。 数年前腾讯700股价从470元跌至240元的过程。 P值就是从70倍跌至20倍。 8月18日,腾讯将公布业绩,这时决定应该增持或减持腾讯的重要日子。